据说99%的人都无法在三秒内答出这道题 如果说真话会被枪毙 说假话就会被捅死 你会怎么说 才能让自己活下去 这是男人第一次上门拜访岳父 双方之前都没有见过面 小黑提前来到岳父家门口 女友小美还在赶来的路上 他本想等女友来了后一起进去 却被岳父提前叫了进去 刚进门管家就对他进行搜查 接着又拿给他一套蓝色外套 说是家里正在装修 穿上外套以免弄脏衣服 小黑头一回碰见这种规矩 但他也只能听从岳父的安排 几人来到客厅坐下 管家给岳父倒了杯咖啡 刚准备加糖就被打断 岳父表示他喝咖啡从不加糖 随后望着小黑说道 他让管家调查了小黑好几个月 从他的吃穿住行到生活漏袭 再到身上有多少刀疤痕 都被收集在调查报告里面了 但他至今没打开过这份报告 并且嘱咐管家不准向自己泄命 小黑现在面临一场考验 如果失败的话 那么岳父就会翻看报告内容 反之就会认同他这个女婿 这些报告也会被销毁 这时女佣拿着电话进来了 正是小美打过来的 管家接过电话回应 却没有说出小黑已经到家 紧接着岳父的第一轮测验开始 小黑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说自己很爱小美 但岳父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 于是继续逼问小黑 没想到下一秒 小黑竟然盯着背后钢琴师说道 原来小黑刚才就觉得不对劲 管家跟了岳父十几年 怎么可能不了解岳父喝咖啡不加糖的习惯 而且自打小黑进入客厅后 钢琴师就一直在后面偷听 善于观察的小黑发现了这一切 就这样他成功通过了第一轮考验 随后一个独眼男人走了过来 他才是小美真正的父亲 独眼质问他刚才是不是偷瞄了女佣 小黑不敢承认 却被管家当场拆穿 原来管家刚才接电话时 偷偷记下了他的一举一动 独眼掏枪就想蹦了小黑 吓得小黑急忙说道 如果把我杀了怎么向小美交代 但独眼早已安排好了一切 原来刚才接电话时 管家故意没说小黑已经到家 之前进门时要求小帅穿上外套 也是为了让庸人 把他当作上门维修的电弓 听到此的小黑瞬间认怂了 他急忙承认自己确实偷瞄了 但是他也是真的很爱小美 甚至可以为他做任何事 好在这番话打动了独眼 于是决定再给小黑一次机会 却给自己种下了恶果 如果在路上撞到人 一定要马上检查你的钱包 因为对方有可能是个神偷 小黑背地里喜欢偷东西 还经常和朋友小白比赛 看谁偷的东西之前 这部小黑的职业并又犯了 只见他顺手就偷走了一个小公鸡 三人一路来到地下室 这是一旁的油画吸引了小黑的注意 如果不出意外 这幅画应该价值连城 接下来的一幕让小帅明白了一切 地下室里藏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 他是小美的前男友 但他经常对小美进行家暴 小美打电话向独眼诉苦 随后他查到前男友的住址 直接开枪打死了一旁的保安 然后绑走前男友 并把那幅油画带走了 接着伪装成入室盗窃的现场 小黑听完上去一拳打晕前男友 可独眼竟然让他开枪杀了前男友 最终在他的威逼之下 小黑朝着前男友开了枪 然后跑到了洗手间缓解情绪 这时独眼又让女佣去勾引小黑 而他则会通过监控观察整个过程 女佣拿着毛巾进来 一番试探后打开了浴缸的水龙头 水声掩盖监听器里的声音 他表示知道小黑偷了地下室的钥匙 并让他自己立刻承认 可没想到小黑直接反问他 为什么在衣服里面装窃听器 原来刚才在客厅 小黑并不是在偷窥女佣的身材 而是因为发现他的胸口藏了窃听器 女佣听后神色一慌 接着赶紧向小黑解释 原来警方发现了前男友的案子有猫腻 于是找到女佣让他配合调查 现在双方都有把柄在手 只好装作都不知道 而小黑也回到餐厅 准备迎接最后一轮测验 独眼提问了一系列问题 问他会不会家暴 会不会抛弃小美 但都被小黑完美回答了 看着眼前的小黑 独眼渐渐认可了这个女婿 这时小黑也开始坦白 他表示自己有偷盗的习惯 并且建议独眼翻看报告确认事实 这招已退为进瞬间征服了独眼 他很满意小黑的表现 随后来到楼下迎接女儿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故事再次发生惊人反转 男人未给朋友报仇 竟然假冒凶手女婿借刀杀人 独眼反应过来后 于是把女儿和男友赶走了 他指责管家为什么不告诉他 这个小黑是假冒的 管家表示自己很冤 因为独眼很注重游戏规则 告诉他真相就意味着作弊 这是独眼万不能接受的 暴怒的他把管家关进了小黑屋 那么小黑又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原来小黑在别墅旁蹲点 恰巧碰见真女婿前来问路 他表示女友被堵在了路上 于是让自己先来岳父家 可他因为紧张忘了怎么走 小黑趁机给他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然后来到家门口装成女婿的样子 与此同时 独眼拿着枪就要去找小黑算账 而小黑此时已经偷偷潜入地下室 独眼还想找女佣倾诉一下 结果女佣却误以为自己帮助警方的事情已经报了 于是赶紧哭着承认错误 独眼听后心态大崩 接着一枪结果了女佣 而外面的小花听到枪声后 赶紧下车朝别墅跑去 回到了餐厅 独眼直接当场拆穿了小黑 并打算用游戏输赢决定小黑的生死 规则是这样的 小黑随便说一句话 如果说的是假话 他就会被刀捅死 如果是真话 他就会被爆头 然而小黑的回答 却让独眼呆住了 因为如果他用了刀 那么小黑说的就是真话 真话应该用枪才对 可如果他用的是枪 那么小帅说的就是假话 假话应该用刀才对 可这样就陷入了死循环 不愿意破坏规则的独眼认输了 他表示小黑可以拿走那副油画 原来独眼在绑架抓前男友时 开枪打死的那个保安 就是小黑的朋友小白 小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朋友报仇 可他并不想自己动手 于是把枪扔到一旁跑了 而刚从地下室出来的前男友正好拿到 对准独眼连开几枪打死了他 原来刚才小黑偷偷把硬币放进了他的口袋 正好挡住了那发子弹 而先前跑回地下室是为了给前男友松绑 警察感到正好看到这一幕 于是开枪将前男友当场击毙 枪声吓到一个穿着跟撞的小白 没错小黑竟然伪装成为维修工 警察不知情地让他赶紧离开现场 就这样小黑脱下外套卸下伪装 在警察眼下逃出了案发现场 可最后也被管家举报 避免不了法律的制裁